Hello 大家好 Change 欢迎收看今天的 刘暗道游戏教学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比较厉害的东西 可能会攻击到很多关于 奸商以及磁锐制作的东西 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下 你要如何使用在花园被砍落的版本 利用最新推出来的 这个密教艾斯林 一些很便宜的石头工艺 以及花园目前还剩下什么 不得不说官方很聪明 虽然之前被骂 但他们其实在里面偷偷藏了一些 可以做出还不错装备 当然没有花园毕业版本这么猛 但是也可以做出一些 非常顶的装备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今天还会跟大家 扫试一下目前的一个 毕业装备 净职装是不是有那个价值 以及提醒大家 不要随便去乱复制装备 建议呢 也是去在这个网站上面 做一做功课 来看他的一个制作成本 是不是符合这个 250家以上的复制成本 从高时哦 那介绍的网站呢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 Craft of Exile 这个网站有很大的 模拟器强化功能 也有中文词权的翻译 等等会跟大家介绍 那今天是比较进阶的课程哦 如果对于词权什么 前缀后缀卡 词权做装备 不太了解的玩家呢 最好先去了解一下 我们再进入到今天的一个课题 好那我们先来进入到这个网站 你在这里可以选择语言 那建议可以使用中文 虽然在这个界面上面看不出来 但是等等就会用得到 那这里还有游战 忍者网还有他们的Discord聊天群组 首页的部分呢 有一些改版 以及最新的制作装备影片 还有很多关于制作装备的一些小小的说明 那这个都不重要 我们只要到最右边这个模拟器做一个使用 那这里有两个 一个是使用输入装备 另外一个是自己制造 全新的装备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地方开始做起 好那这里有一大部分的尺寸 英文基本能力还是要有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那从基本的身体装备 鞋子 心团珠宝 药水 手套 然后节道之类的东西 到这个守望石这里 基本上都可以做一个制作 那我今天会给大家两个范例 分别是前期很好用的赚钱 腰带 另外一个是后期 大家可能会做出根本没有价值的复制鞋 你自己都可以做的东西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一个介绍 关于腰带的部分 腰带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很漂亮的腰带 但事实上你可以发现 我才根本没点几个鬼东西 然后制作进度就长这个样子 就做出了 而且中间还有一大部分是 我为了做示范所点的东西 OK 那我们看到这个腰带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首先为什么可以花这么少改造时 就点出前面要的一个尺寸 我们先从这个模拟器的部分 一个一个细项的开始说起 因为毕竟是一个导读 上面的部分呢 是你可以使用什么东西来改变这个东西 那我们假设我们就可以点上面的东西 那已经暗淡的是 因为我们这个装备已经制作到 后面已经很少东西可以使用 那我们可以点一个道具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点下去 哇 整个消失了没关系 我们这边有一个可以回复的道具 我们就取消这一步 那当然你可以去试试看 这种自己赌运器 平常做装备做不到的事情 那解决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测试一下 比如说这种洗法 哇 一颗就几乎我们把这个生命洗到顶 OK好 洗到顶了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个做法 首先呢 为什么使用腰带前期练才很好的做法 腰带这个东西呢 要从制作的部分开始说起 我们从这里选择腰带 从这里面的手是腰带 腰带会选择明和腰带 那明和腰带是不可能有机会是有任何的势力基底的 那我们可以使用四粒的从高时去点它 物品等级尽量选有84等的比较好 当然绝望深渊也有很高的机会可以出 这个前期农绝望深渊 产这个腰带其实也很赚 只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如果你会自己伸出这个腰带的话 在这个阶段就可以赚出很大量的通过 特别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 真的非常可怕 那为什么这个原因呢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第一个制作腰带的好原因 是因为它的一个磁碎 磁海实在是超级小的 那你有很高的机会可以洗到生命啊 那三大抗性也很容易可以洗得到 那我们这边右边有一个进度条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这边先点了一个蜕变石 之后呢再用改造石去洗 那我的目的是洗出有一个 T1或T2的生命 跟一条T2的抗性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在使用富豪石 富豪石这里出很多词材都可以使用 那我个人建议是使用 T2到T3的抗性 或者是一些你觉得用得到的词材 能力值其实也可以 如果你洗到一个比如说 力量很高的能力值 那有些流派也是用得到的 那一样是T1、T2 那洗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进行下去的一个攻略 第一个你要使用这个 词材的部分工艺台 那我们介绍到这里 这里的话这是主要的一个角色词 这里是前缀 这里是后缀 那bench就是工艺台可以上的词材 一样可以有前缀跟后缀的一个选择 我们来看到这里的词材 我们接下来进行的一个步骤是 丢这个 崇高石的一个部分 我们刚刚提到了 要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势力的话 需要使用势力的一个崇高石 那什么时间点是丢势力的崇高石的最好时间 就是把后缀卡满可以丢前缀的时候 那我们这里一样从这里的词材开始看 我们看到狩猎者这里的前缀其实都很香 最好的当然是这个生命%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丢出这个最顶的生命%的机会 大概只有15% 但是其他的词材 像是这里的一个生命第二阶段 混沌伤害有很多流派用得到 那几率不消耗药剂也很不错 暴几时获得药剂充能也是比较万用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非常的有效 我们直接把它丢出去 丢上去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出了一个生命 出了生命之后呢 你要注意到一点就是 我们接下来要上的是艾斯林的一个词材 你可以选择上艾斯林 那为什么要上艾斯林 因为艾斯林不管是前缀后缀当中 它能出现的词材其实都还算可以 那我们在上艾斯林之前呢 我们要把后缀的一个公益拔掉 因为有公益的情况下是不能使用艾斯林的 那如果你上了艾斯林之后 你觉得这个艾斯林的词材不满意 比如说我想要在前缀或者在后缀 但是它突然跑到前缀或者后缀去 跟我要的刚好相反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工益再把它洗掉 这是对很多装备制作的一个技巧 可以使用上一条词材的工益 或者是直接重铸它 让艾斯林的词材直接给拔掉 这个真的是很好用的一个方法 大家要学起来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艾斯林的词材有什么 我们来到这里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艾斯林的词材区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缀其实没有多好的一个词材 但是后缀当中呢 在艾斯林的词材当中有一些还 我觉得不错 而且艾斯林是三选一吧 三选一当中呢 这里的抗性呢 可以洗到16到20%会高很多 能力值也不错 那基本上你一定都能够拿到这个 抗性当中的其中一条 那你甚至呢 还可以做出一些很疯狂的操作 那举例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可以选择上艾斯林的词材 并且把工艺的词材拔掉 这样我们同事可以上完这个艾斯林 再加上一条工艺都是可以做的一个选择 好那就是我们做一个腰带的一个做法 那你可以照着我的这个样子的一个模拟 进而去做出你想要的一个词材 好的那我们就来讲到第二个点 大家是否有注意到唤醒者之欲的价格 这个版本黏土很低哦 其实平均起来大概三重高就能够买得到 那剩下的部分像是决心的之欲 世界之欲 它的一个价格也比较低 大概四重高到五重高之间就可以买到 其实寄出它的价格更低 我大概前两个礼拜看这一颗才三重高 当时就觉得它一定会涨 就先预先存了几颗起来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用 而且其实这个版本也可以做省装呢 可能是因为之前艾斯林的攻略影片出了之后 它开始慢慢的一个涨价 或者是大家已经意识到艾斯林的一个工艺做法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一下 那如何点出一个很猛的一个鞋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我还甚至做出一个接近毕业装备等级的一个鞋子 还没有做完哦 不过用的步骤其实很少 我一步一步教大家来如何做出接近复制等级的一个鞋子 那首先你去市场可以看到 拥有了灵巧流顺猛攻的鞋子价格 成交价约莫落在十重高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失败品 因为他们就没有做到 我等一下要提醒大家 你该做到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有个什么很残念的生命啊 然后这种来卡等级的超低抗性之类的 这都是比较垃圾可能卖不太出去的一个装备 那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能做出一些比较高价的一个东西 那我今天要吐槽的话题 虽然我们无冤无仇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 各位不要去复制这种类型的一个鞋子 你可以看到这一百重高就出售了 总是有它的原因 原因是因为这个鞋子的制作难度 根本没有超过一千重高那种 复制装备的等级难度 至于为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看完就知道为什么了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个 国际服的一个装备 甚至还可以客制化更多不错的装备 但是呢现在鞋子我可以说 基本上没有任何一双鞋子 能够满足一些复制詞缀的一个基本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刘顺灵巧鞋子要怎么做 那第一个很简单 我们就先模拟做出有这个 刘顺之锋跟灵巧的 那当然它会有在坏行者之欲的情况下 很大几率是四平均是四条詞缀 很少几率会到五到六条詞缀 除非你真的很衰 那如果真的出现五到六条詞缀 能够怎么办呢 那如果我们要的这个詞缀 这两条都是后缀嘛对不对 我们为了要保存后缀 那有一个情况是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它的后缀是你用得到的 如果用不到的话 我是建议如果你不是高尚詞缀版本 你可以做一个比较便宜版本卖掉就好了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完整的一个詞缀题 那如果你本身真的很care这件小小的事情的话 那你可以使用这个丰收当中的一个詞缀 所谓的保留后缀的词缀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保存后缀的词缀 你在这里的一个词缀当中找一个后缀 应该就能找到一些保留词缀 破碎不要看哦 那有一个保留所有后缀 重铸等等的一个能力 那这些词缀呢都可以保留像是这个 刘顺灵巧它的一个功能性 我们那边先模拟出有这个词缀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上一台公益 就是后缀无法被变更的一个前缀 那除非是很衰很衰的情况下 你的前缀都是三条卡满 那你用我刚刚说的一个花园卡后法来保留它 那假设没有的话 我们接下来讲到一个重点了 就是花园词缀当中很常遇到 但是你们都把它当垃圾的东西 我们真的说过压榨它的一个价值 暴击词缀的一个重散 这个超级常遇到 基本上你只要看到有暴击词缀的一个花园 都一定能遇得到这个重骰暴击的一个词缀 那用重骰暴击的词缀一点 它就一定能够出现这个 那个灵巧这个词缀 因为它鞋子的暴击词缀 特别是保留后缀胜前缀的情况之下呢 一定能够骰到这个暴击石有几率 可以获得灵巧 那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完成了 你就得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鞋子 那你到了这一步之后呢 你可能会需要到一些东西 像我拿到了这个暴击词缀嘛 那再加上这个混沌石重骰的一个性质 它很高的机会就是四到五条词缀 不会再更多了 我还没有看过这个重骰之后 一定能够骰到六条词缀的情况之下 平均就是四条 这个大家记号 接着我们再使用大家最爱的这个 前缀爱斯林 由于我们已经卡好两条后缀的情况下 至少两条后缀 那我们至少会空一到两条前缀嘛 那前缀的部分呢 在这个爱斯林的词缀当中呢 有很多关于攻击速度的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爱斯林 我们一直点错 这个好乱好乱 那这里的速度当中呢 有很多词缀 比如说这里的移动速度啊 然后猛攻加速啊 还有不会被冰坏移动速度 这任何词缀都可以 当然如果你是闪避流的话 这一条 不会被击中 然后增加移动速度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好那你完成了这一条辞缀之后呢 你还能做出哪些事情 那如果你还剩下一条前缀的情况之下 你还可以再上一条生命 这一个比较漂亮的毕业型的一个鞋子就完成了 成本其实很低 可控的变因其实也很小 假设你不要做出3T0的鞋子的话 这个是逢做必成功 除非你真的遇到超级衰的情况 会需要到那个丰收尺碎来保护重做 不然你的步骤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终极毕业鞋子 3T0的鞋子 制作也超级简单 那首先要怎么做出这种T0的一个尺碎 双T0的尺碎呢 首先黏土合起来是一定是必要的 那在这之前呢 是需要使用刚提到的一个世界之余 二分之一的机会 它的一个制作原理 就是你有洗到两条T1的一个尺碎 然后会牺牲一条 让另外一条尺碎变成T0 二分之一的机会 那这个制作成本就暂且不考虑 我们先当一个持作成本 两倍 然后改造那些应该就也还好 目前已经比较便宜了 所以一条尺碎的成本大概是10重高 那两条的话就是20重高 加上唤醒者之余 我们这边算向25重高 把它合起来好了 所以我们合到这一步的一个成本 大约是25重高 那一样合完之后 可能会有两条尺碎 如果出现了真的是 前缀太多筛爆 不能上后缀无法变更 那一样使用我们刚前面提到的一个 花园大法 让它洗掉 之后那样子上后缀无法变更 重骰 那我这里重骰的话 有一个几率是 运气很好会出现 暴击时候的两条尺碎 都是有势力基底的 那我这边使用一颗世界 其次就让它成功 这次成功示范 假设你真的要求都要3T0 那成本可能要再上去一点 那假设你只是要暴击时 获得0小 不要3T0的话 那成本会大幅的降低 那我们先假设你是强迫症 一定需要3T0 你应该要怎么做 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不断重复这个步骤 让它出现有两条四例尺碎 让它可以这样子去吃掉它 但如果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失败会怎么样 那一样会使用花园的一个尺碎 让它变回这个 有两条后缀的一个情况之下 是固定的 你就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步骤 总是会让你洗到3T0的 就是中间成本自己考虑一下 那我们假设这边花到了 大概30到35重高左右好了 接着我们去丢艾斯林 好我们来丢到这个艾斯林的尺碎 艾斯林老样子哦 如果你留下前缀的话 会拥有一些 还不错的 哎呦怎么到这个craft 艾斯林尺碎 一样 这个高几率会出现各种类型的移动速度 选择最好的 你需要的都可以 上完之后呢 假设你有前缀的话 可以上生命的一个能力 这样我就已经完成了五条尺碎 那之后的一个尺碎 假设你有一些强迫症的话 你可以不断使用艾斯林的方式 再去把这个装备 弄得更好一点 只是看你有没有必要 要去堵到那种 真的是很浮夸的一个情况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可以稍微暂且放弃一下 当然基底的话 是用异色邪去做会比较好 那你觉得这样做出来 看起来有点接近复制等级的装备 有值得大家去复制的价格吗 就我刚刚运算的一个成本 那基本上这个鞋子的制作成本呢 最低最低的成功 大概30多重高就可以做好 再贵的话 你中间不断重复去洗 就花点时间 50重高左右 那再加一点点机会去 骰出你要的池碎 去重复的做 这种鞋子客制化 100重高之内要做好 是超级简单的事情 你根本没有必要去花 那个同货去做出 静止等级的复制装备的嫩 那当中还有很多 做装备的一个考量跟做法 我稍后会再跟大家做出一些影片 假设大家有什么想看的装备 可以在底下留言 如果这一期观看不错的话 那我再做后续的东西 我们继续引战起来 打倒奸商 那我是Change 那我们之后的攻略影片再见 Hi Ending Good